关注甜蜜君看剧更精彩 大家好,我是甜蜜君 本期分析企业血 妙峰为什么会爱上薛子燕呢 一个大反派的护发 却给人一种出城落仙的感觉 最初对她 知识淡淡的好奇与欣赏 她是救人的医者 她是灭村的杀手之一 身份的对立以及对她的愧疚 从不敢量名身份 直到叫王要求医 她不得不去见她 礼貌且小心翼翼 薛子燕对病患无私救治 她在一旁默默的看着 仿佛这事与她无关 当患者感激的抓住她的手 她有些不知所措 那一刻 似乎看到内心深处的向往 那种纯粹与美好的感觉 超越了仇恨和杀戮 其次 薛子燕对她的关心 让她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温暖 从来没人关心她是否会痛 薛子燕从拒绝到亲近 是对她救人的肯定 融化了她心中的冰霜 在相处的过程中 被她的坚韧善良所吸引 她第一次在乎一个人的生死 在寻找心爱之物和救她之间 选择了后者 接下来又舍命护着她 薛子燕第一次倒下 她只是礼貌地扶着 有一定的距离 在得知她冒险帮她 拿回心爱之物时 再也控制不住将她拥入怀中 感动得使她术法被迫 她动情了 最打动她的是 薛子燕用她的善良 宽容了她的过去 一心想拯救她 最终她活成了她女神的样子 接过薛子燕的衣钵 继续走她未完成的路 我是甜蜜君 我们下期再见